这些怨气来自他加价和他事故的频率是不断发生 在过去我们也向港帖提出了几个建议 第一就是将他现在3.3%的回赠延长去一年 就是全年有优惠 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 是将这个回赠是3%提升到5% 但是港帖都没有理会我们的建议 就只是给了半年的优惠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不能接受 第二就是三毫子的小巴转成优惠 这个也是民建联提出 他接受了 但是我们同时间要求他船都可以转成 他也是没有做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做一半不做一半 令到大家虽然在政治化妆上面 以及在公关技量上面 就是2018年是不需要加价 但是过了2018年 其实依然要加价 甚至之前我们都向港帖好言相劝 就是去年那1.49%是不要 作为今年加幅里面计算下去 他也是一意孤行 所以我们看到港帖其实是算死草之余 也都是有一些发展行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港帖就是好好地回去检讨一下 日后市民对于他们一些事故的怨气 其实是会日迹月累的 那希望他管理层也都要注意 另外我想借这个机会 也都讲一讲高铁的报告的事情 那高铁就是今次他份报告里面都见到 其实在一个设计上面出现了问题 那设计上面是由顾问公司去承包去处理的 而港铁呢 他在整个高铁的建造当中 其实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世界上面现在只有四个国家 是有高铁建造和有技术 这方面的技术 包括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 那在连串的测试里面 我们都见到有不少的情况出现 我现在是担心 接着继续测试下去 可能还有其他的在工程 甚至设计的事故上面 是会陆续发生 那现在他所聘用的顾问 在目前 我们见不到他有很多 建造高铁的一些工作经验 他之前有建造高铁的经验 就是英国至法国 那个欧洲之星 但是那个都是1994年 已经实施 就是实行 用着的 近年呢 基本上没有一些新的工程去做过 所以我们建议呢 路政署应该是 找一些有建造高铁经验的专家 来到对于港铁呢 我所建造的高铁系统呢 进行一次技术的安全评估 和安全审核 令到呢 整个高铁在安全和运作上面呢 是有更可靠的 亦都给到市民更多的信心的 好 谢谢